有这样一种说法 内心害怕发生的事 千万不要说出口 要不然很容易称真 但这个男人今天犯了戒 面对新来的天才师弟 他当众开玩笑 说不定等中田出道成为漫画家了 我还是个助手 到时候让中田雇我 旁人提醒中田 这是阿仓开玩笑呢 中田吃惊的问 真的吗 不想发生的事 千万不能说出来 我爷爷曾经卧床不起 突然有一天 他说活够了 第二天清晨 身体就冰凉了 阿仓听着这话 想起曾经因为谦虚 又或者其他原因 随口说出的我不行之类的话 心里一颤 可习惯一时半会儿是改不了的 中午吃饭时 师母问半天不下筷子的中田 是不是味道不好 还没等中田开口 阿仓就解围的说道 很好吃 就因为太好吃了 我才不愿离开这里出道 说完阿仓又后悔了 师母还在照顾着新来的中田 没想到中田古怪的脾气就爆发了 阿仓跟着出去 指责他怎么这么没礼貌 师母也和我们父母差不多年纪了 中田表示抱歉 因为小时候和母亲在一起 总是不用绳子拴住 一天也只有一顿饭 所以不知不觉 把师母带入到了母亲的角色 下午继续工作 负责中田的编辑黑泽突然拜访 中田抱着一大自己新画的粗稿 让黑泽过目 大家都吃惊 画得这么快 阿仓有些嫉妒 想起了自己粗稿 屡次被打回的经历 好几个编辑都认为 这种极其人自我牺牲的恋爱故事 太老套了 阿仓说道 终点不是恋爱故事 是自我存在的探讨 编辑把本子还给了他 不采纳 阿仓再次翻看自己的漫画 有种怀才不遇之感 他也转头 看向中田的桌子 还有一本粗稿没交 阿仓翻看起来 越看越入迷 与此同时 黑泽也在翻看 故事真是精彩 可却少了第七画 第七画 就是阿仓看的这本 潦草画风下的情节 就像包着十一的美玉 拨开十一 他就有让人沉浸其中的魅力 可这时由于嫉妒 阿仓的心魔一下爆发 仿佛要被漫画中的反派吞食 他随手抄起墨水瓶 砸了过去 等到恢复瓶颈 才发现自己犯了大错 其他的都不要紧 关键第七画的本子上 也沾了墨水 第二天中田接到黑泽的电话 让他找找第七画 中田翻面工作时 当然找不到 因为阿仓把他藏了起来 心虚的阿仓被三藏老师看到 夜里大家都下班时 三藏老师直接问 中田的粗稿在哪 阿仓还想门混过去 可跟了自己十几年 三藏又怎会看错呢 无奈阿仓从自己抽屉的最深处 拿出了第七画 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为啥这么做 老师说道 创作作品就是不断窥视内心 无论多么丑陋 都要面对他 第二天 三藏老师将第七画还给中田时 谎称是自己不小心撒上墨水 老师这样说 中田不再追究 将本子送去了编辑部 黑泽看到立马担心 这不会是被欺负了吧 冲出去问中田怎么回事 中田说了自己的怀疑 黑泽立马去找了阿仓 阿仓介绍了自己的小屋 二十岁时 给杂志社投稿 拿了第一 自此来到东京 租了这间小屋 十几年过去 一直住在这里 正说着 阿仓突然觉得心痛了 人生呢 好多事只有走过了才知道 年轻时可以拿来自嘲的颓废生活 到了一定年纪 就不敢再说了 因为真的过成了那样 回到故事 黑泽问阿仓 知不知道中田粗稿丢失的事 中田认为三藏老师包庇凶手 听到这儿 阿仓既紧张又羞愧 可没想到黑泽说 中田认为凶手是师母 阿仓吃惊不已 黑泽也说不可能 他来这儿只是怕中田和师母相处不好 想问问阿仓 有没有什么建议 阿仓没有建议 他觉得自己可笑 事实都不突出 连做个坏事都不会被怀疑 夜里 他收到家里寄来的自酿米酒 原来今天是他的生日 但回去电话 上前级的父亲还扭伤了 他唠叨了两句 让父亲小心一点 心那一天 师弟翻着不久前出道的新人作品 感叹好厉害 中田却说到 厉害个屁 剧情拖沓 故事套路 一旁的人说 有人看就是厉害呀 中田继续如愤青般回怼 看着他们争论 阿仓一言不放 从昨天开始 他40岁了 在厨房洗碗时 回忆过往 从小就喜欢漫画 那是随手画的 都能被老师称赞 大学也是漫画社里画的最好的 20岁还得了新人奖 可现在20年过去 还没有出道 天天在这些年轻人中 一边自嘲 一边掩饰不甘 他羡慕中田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 羡慕他被老天眷顾 不用太努力 就能吃这碗饭 不公平 实在不公平 等他回到工作时 发现自己抽屉开着 中田正在翻他的漫画 他怒了 因为那是编辑们看不上的 时间像一把搓刀 把自尊心磨得不堪一击 他害怕又被出入到的中田评价不信 可这次 中田却说太厉害了 这个故事太厉害了 他看哭了 旁人说道 不就是机器人恋爱的普通故事吗 中田回答 这是探讨自我存在的故事 阿仓愣在原地 第一次有人看懂他的故事 但可惜的是 这个人是被上天眷顾的中田 而漫画面向的是普通的世人 回到家 看着自己不被接受的作品 阿仓决定结束自己的漫画生涯 在少年时取下愿望 在二十岁时坚定梦想 可如今四十岁了 便不能再抱怨 世人不懂我了 而是我 没有懂这个世界 此刻明白这个道理的阿仓 谢过老师 结束了自己二十年的漫画生涯 准备回家接受父亲的米酒生意 临走前 他告诉中田 在你粗稿上撒墨水的是我 阿仓吃惊的大笑 就是这样的人 只有中田这样单线思考的人 才算天才漫画家 送上最后的祝福 阿仓走了 走着走着 他哭了起来 不是后悔 不是可惜 是因为他依然爱着漫画 但能奉献给漫画的世界 只有这二十年 如果永远不懂这世界的道理 那做一个永远追梦的傻子 会不会更开心呢 他想成为中田 但他只是阿仓 像世人一样普通的阿仓